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武童浩 我是春水棠 我是曾祖丹 我是Coco 投资客注意专家界市场三因素 蛋白曲孔崩盘 那之前就是热钱跟低利率的环境 就让房市就是很热络 那即使近期因为疫情升温 政策打炒房及升息的这三个因素去干扰 那根据国立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 最新发布的消费者购买房地产时机 跟未来半年购买耐久性财货时机的指标结果 虽然是略叠啦 但整体的购买信心仍然是蛮乐观的 那说到央行针对土地现代跟严格控管陈述的相关政策 还有营建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些因素的影响 使得建商推案的态度就是去谨慎 那就有学者观察 建造执照近四年发造的量 皆大于使用执照 估计明后年将进入郊屋的高峰期 不过今年下半年因为建商与屋地主供给及投资客抛售下 新城屋市场增加 明后年可能就会更多 将导致供给量大于需求 相较蛋黄区豪宅和土地的买方 有本钱撑着 当初涨得没道理的蛋白区 房价则非下跌不可 可以想见届时就是将波涛汹涌 投资客要小心了 所以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吗 这是最好笑的地方 我问你们各位 我今天有两个女生 然后一个女生她说 我嫁得很好 然后A女就说我嫁得很好 B女说为什么 A女就说因为我嫁给刘德华 那B女说那其实我也嫁得蛮好的 那A女就问B女说 你为什么说你嫁得好 因为我嫁给刘德华她堂地 好这是一个笑话 但是你们可能没有笑 可能没有听懂 意思就是说好 譬如说我今天买房子 我买在台北 所以我的房价是很保值的 我用大区域来讲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 那我买得也很好 因为我在台北旁边 我住基隆 就是这种感觉 你有听懂我们意思吗 当时很多的蛋白区 它并没有实质的建设 它也没有实质的交通 甚至很多 比如发生工作机会都没有 它涨的空间是因为 我旁边在涨 我旁边 它依靠着别人 对 我旁边那个重画区很夯 Mall也有 交通也有 工作机会也有 那我在它旁边 因为它一瓶卖到80万了 所以我一瓶要卖60万 因为它一瓶120了 所以我要卖到100万 你有听懂我意思吗 就是我刚才讲的感觉 就是人家是刘德华 会唱会跳会演戏 对不对 你是什么 我是刘德华他堂弟 这样子也可以 所以那时候 很多蛋白区的蛋白区的 这种追加效益 在这个时间点 就真的是海水退去 谁没穿裤子很清楚 就是它没有实际的 这个东西支撑 那它只是因为 因为我在它旁边 以前我们常听 有些人讲说 我跟你讲 那个谁谁谁 多厉害的 我跟你讲 我跟它换铁的 我跟它换铁的 那我兄弟 是不是很常 听到男生这样讲 很常啊 对不对 你们看 那个 比如打篮球好了 你看那个Curry多厉害 我跟他兄弟 我堂哥在美国 然后跟他认识 有一次我去美国 我有看到他 我跟他兄弟 那我自己兄弟 就是这种感觉 或者说 你知道古神巴菲特吗 那我兄弟 就是有种 你让我想到一个 我认识的人 好 各位身边 一定有很多 类似像这样的人 我刚才的举例 是夸张一点点 但是当时 在大家疯狂的 这个热衷仿视的时候 认为 每个区域都会一直涨 价格不会下来的 那段时间 很多时候 他只是他兄弟 他只是他 挖铁的 就是这种 这种的区域 都跟着追价 涨上去了 可是到底 有没有实际的支撑 没有 那个新的重化区 是因为 他有这么多的 利多 所以可以支撑他 但是他 还是一个新的重化区 他还没有起来 那等到这个重化区 起来到大到不行的时候 塞不下的时候 他外溢 才会轮得到你 你懂吗 就像是 譬如说今天是一个 一个夜店 我跟刘德华 一起走进夜店里面去 所有女生 都一定是选刘德华 最后剩的 才会到我这边 有剩的吗 你们懂意思吗 挤不进去的 好不好 你们听懂意思吗 也就是说 所有人都会去抢刘德华 这样子的概念 但是 当时的状况 却不是这样子 是 没有刘德华 不然防老机也可以 这种感觉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 那个时候 大家是被冲昏头了 所以 现在冷静下来看 你就会发现 我买来这边 好像 好像也 也没有 可以利多的 你自己跟人家讲说 你这个区域 未来会涨 你赶快接受我的房子 你可能都讲不太出来 讲的时候 眼神闪烁 有没有 手心冒汗 因为你觉得 有可能它不会涨 至少短期内 也许还看不到 你必须要等到 你旁边的这个虫化区 真的壮大起来 人塞满了 开始产生外溢的效应的时候 才会轮到你 所以 是有可能 是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 像 其实讲蛋白区的 蛋白区 的蛋壳区 这东西的概念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对 我们节目里面一直有讲 如果你是 投资客 当然 你就不要往那边去投资 如果你是自住客 那你等到那个海水退去以后 你也许可以用好的价格 就是买到那个区域 但是 首先是那个区域 是不是你能接受的 不过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啦 那你价格便宜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接受度就大了 那假设比如说 我省下了房价 够我买一台跑车 那我每天就开跑车上下班 蛮爽的吧 就是像这样的感觉啦 所以 蛋白区 先不要讲蛋白区的蛋白区了 现在蛋白区 很多蛋白区 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那 自住客 这时候其实也可以注意一下 蛋白区 是不是有一些 这个蛋白流出来了 好不好 那你们就可以去看看 是不是可以去 一个价 减个便宜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防老吉 拜拜